大家好 今天聊个什么话题呢 昨天我在博讯网上看见这么一条消息 说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 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纪委副书记的候选人 提名都要符合四个规则 第一就是这些候选人要得到中央政治局80%以上的赞成票 第二就是候选人要阐述自己的政治报复和理念 其实就是一个小范围内的发表施政演说 第三就是候选人们要向党内外公布本人配偶和家人的财产 第四就是要配合组织审查 好 这四条规则里面咱们先不说它真实性与否 有三条可以不用去看 关键是看那一条 就是候选人要向党内外公布本人和家人的财产 说公布家人财产这个事 那就要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家人 是不是只有直系亲属才算家人呢 那官员可以把自己的财产转移登记到非直系亲属的别的亲戚名下 而且你也不可能一人当官让九族都公布财产 对吧 从法律上来讲呢 让亲人公布财产也不是太说得通 因为你的亲人不担任公职 是吧 他只是普通公民 你没有理由让他公布隐私的 所以所谓的公布家人的财产 其实很难行得通 官员财产公事这个事情主要就是本人加上配偶的财产 那这个官员财产公事制度这个事情已经嚷嚷了好几年了 从好几个媒体都透过风 真有点狼来的感觉 就是总是喊狼来了 狼老不来 就觉得这个狼肯就不会来了 那么这次是不是就真的有谱了呢 应该说呀 这个中共的十九大权力大换班换届 最起码是最有机会的一次 就是他是最有机会先搞出一个形式上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因为在十九大上这个中央委员会要大换班嘛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里面 江泽民所扶上来的四个人也到了年龄面临着退休走人 就是张德江 余正生 刘云山 张高丽这四个 所以基本上呢 在高层已经没有再牵制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力量了 往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那么搞这个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对习王它有没有必要性呢 还是有的 原因就是第一 最起码这个官员财产公事 它是一个标志物 能够去向党内外解释 说这个反腐不是选择性的 最终目的不是搞权力斗争 还是要让这个权力体系运行的有规则 这个官员财产公开 它是现代政治文明里面 在政治清廉这个事情上的一条及格线 就是你大张旗舞搞反腐 搞了好几年 你连个及格线都搞不出来 那只能坐实外界的指责 就说你反腐就是权力斗争嘛 你一点文明进步的意义都没有 那有了这个官员财产公开 把它纳入到晋升程序 起码在这一点上 它不是再有选择的了 就是今后谁要当政治局委员 你都要先拿一份财产清单出来 最起码在这一点上 看起来是没选择了 那么有人问 搞一个形式上的东西 是不是有啥用呢 有用 对谁有用呢 对习近平王岐山自己的安全有用 王岐山这几年反复讲 要把这个反腐固化为一种制度成果 就是要把它从一种政治陋争变成一种规则 它成为一种党内的制度 就能够把它之前所做的那一切行为合理化 就是说我最终是要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制度 之前是不得已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 对吧 合理化成为一种规则以后 那他们今后被反共倒算的风险就小多了 所以对他们自己的安全有用 第二个必要性呢 就是如果你一个形式上的官员财产公开都搞不出来 对这个政权的正面形象极度无理 因为现在这个政权对民间越来越苛刻严厉 你买电话卡要实名 上网要实名 买菜刀要实名 你什么都得实名 你老百姓什么都得对政府公开 是吧 可是官员的财产不公开 他对谁都不公开 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大的笑话 这个矛盾一直得不到疏解 那回到实质问题上 搞了这个财产公开制度 是不是就真的透明了呢 一个政治局委员拿出一份清单告诉你说 他自己只有两套房产 有两百万人民币的存款 你信吗 你说你不信 那你敢去查吗 那谁又能去查实呢 谁又敢去查实呢 所以这个官员财产公开 实质上它只是一个次一等级的制度 它要放在一个根本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起作用 就是说要有多党竞争 是吧 政党与政党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拔对方的内幕 要有司法独立 要有新闻媒体的独立 这个官员财产公开 它只是一整台机器里的一个部件 它要和其他机器里的部件 一起协同工作 它才能够输出很大的能量 才能够起到政治环境净化 政治清廉的这个作用 但是我要说呀 有这个东西呢 也还是总比没有好 我不是指望说 它能够使政治雾霾里面的PM2.5浓度降低多少 能让这个政治空气的透明度增加多少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有这个东西 它毕竟多少改变了权力运行的方式 它让很多官员觉得麻烦了 不习惯了 改变了体制内的压力环境 它把体制外人们对腐败的痛恨 这个压力一部分转化成了体制内官僚之间的矛盾 我上次说一个僵化的东西 你让它内部压力环境改变了 让它变形了 它就容易产生裂缝 是吧 那这个裂缝够多够深 它就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那我说了这话之后呢 就有朋友就留言就挑战 就说中共的内部斗争 从它一开始建立就一直有 有的时候还非常的激烈 你也没看见它崩塌呀 是不是 我说呢 这个挑战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忽略了我说话的定语 我说的是一个僵化了的东西 你把它拧弯就会产生裂缝 前提是这个东西 它本身已经僵化失去弹性了 这就如同一个青少年 你摔两跤是没有关系的 顶多就是皮外伤 有点擦伤 但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摔一跤就是大问题了 它不仅是骨折 可能内脏血管都要破裂的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它身体老化了 没有弹性了 共产党以前的内斗是很凶 但是它外部有国际供运 蓬勃发展的环境 很多人对红旗插满全球 还是抱有理想 还是抱有希望的 觉得是很大可能会实现的 在它内部 有真诚信仰的党员 这些人真心觉得 马列主义没有错 共产党没有错 共产主义信念没有错 错的是个别人 这种内外的环境让共产党它还是有一定伸缩的弹性的 可是现在呢 国际供运的这个环境已经完全没有了 苏东坡已经倒台了 党内也不再有真诚信仰的党员 中共它自己也掌握了一切权力 掌握了一切资源 它要为一切后果负责 不像以前还有国民党可以让人们转移不满的情绪 是吧 现在是有个美国 有个日本 可以转移一部分情绪当靶子 但是像雾霾啊 像养老啊 计划生育这些事 你没法推给美国嘛 你不能说是美国人干的嘛 而且中共这几十年包袱越背越沉重 它迫害打击了无数民众 它都不能公布真相 它也不能承认罪错 你像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 现在不能承认 不准讨论 不准研究 文革也不准讨论 那社会的不满情绪 完全靠高压维稳手段去对待 它不做任何的妥协让步 所以体制是越来越僵化 那它僵化到这种程度 内部压力环境改变 产生裂缝的几率就高了 那么再回到这个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本身啊 哪怕做一个形式上的官员财产公开 为啥难度这么大呢 以前总是说 这个高层家族财产庞大 一个个富可敌国 它当然要抵触了 这个话呢 是说对了一半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在它的建立阶段 难度在高层 可是真正运行起来 难度却在中下层 建立的时候 当然首先要克服高层的障碍了 因为这些政治局委员动不动 就是家里几吨现金 烧坏几台点钞机 要用几辆卡车来拉走财物 是吧 你让它公开 你哪怕让它拿出一个假的公开 拿出一两套房产 几百万存款 写在那个清单上 它都不干 因为这会落下把柄 日后你可以说它是欺骗组织 最佳一等 所以它一定会拼命抵制 好 那现在这个高层权斗 可能是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是有希望在高层通过了 可是运行起来 难度却在中下级 因为中下级官员 他没有能力调动全方位的体制资源 来保护自己 他自我保护能力差 那你让他公布财产 他哪怕公布一个假的信息 只拿出冰山之脚来公布 但是他以后走光的这个风险很大呀 你比如省长市长 省委书记市委书记 在他管的这个地方呢 你像公安媒体网络 一切资源都抓在手里 是吧 那他自我保护的能力就强一些 他说他自己只有一套房产 几十万存款 那么在这一亩三分地里面呢 你能去查他底的这个机会 还是比较小的 现在当然对这些地方一把手来讲 一个最大的风险是同一级纪委 不在他们手上了 但是相比起其他官员 他们自我保护能力还是强一些的 安全性还是要高一些的 可是你在省市以下的 像厅局处科这级的官员 对自己的保护能力就弱得多了 这个层级的官员 你真的让他公布财产的时候 他就会有集体恐慌了 哪怕是一个形式上的假的公布财产 他都会有恐慌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抵制 矛盾真的尖锐了以后 就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官员的辞职潮 罢工潮 或者是代工部作为 放任所有的社会矛盾爆发 那就给你高层领导好看呗 那你就高层领导自己来处理这些事呗 你行你上嘛 You can you up 从2009年起 官员财产公事在40个趋势线都搞过 搞过试点 主要针对的还是最低一级的科级官员 可都是不了了之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你还是要这些基层官员去给你办事 这些官员去替你征税 维稳抓人 他们是这个政权的一线执行者 他们是整个政权体系和社会大交道的界面 你不能没有他们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官员财产公开 哪怕有希望通过 目前也只是在高层 有希望做一个形式上的公开 要在整个官僚体系推行 仍然是不太现实的